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台股又弹起来了 所以我说这行情不用担心 所以我说你看那个昨天 我说这个位置上面有反压 你再弹弹不高 但下面一定有支撑 弹不高的情况之下 我现在在这个相形整理的高档 这很有机会 可能会先压再上 所以前天给你的那个资料 包括昨天早上 你看就真的往下压了 一百多点 那接着 昨天给你的那个讯息 我说回撤之后 包括盘后继续做多 所以我们多单 就在这次的回撤过程 再顺顺做 即使昨天往上这个美股大跌 我们还是一样是获利 多单继续赚 所以你不要受到这国际股市 或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 你这形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在维持了这个基本的原则 维持那个趋势 顺能的趋势几乎不会错的 那今天的这一段 昨天下压之后 我们这多单 今天短单先获利出场 那拐拐巴那单 就是继续留 那到现在我们看情况 哪一个位置在卖掉 借此再说 反正这个离过年 还有两周时间 我们这时候未平是320点 这样那笔的话 有会员还有一些单子在里面 那我们是预期应该过年前 还两周时间 有机会再过前高 你不要想看这一段 你看昨天下沙 今天又一支红K 那那支红K 类似有点像十字星 这代表短线在这边 上冲下洗之后 短线符合已经洗得干净 未来这两天 还需要有机会 再过两天之前那个高点 过的话我们四季再说了 好不好 反正这拐拐巴 到最后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那A50的部分 昨天我跟你讲 你也不用担心 昨天是这个结算 结算之后 换到二月仓 结果压低结算 结果换到二月仓 那么今天呢 就真的跟了台股一样 回撤 那拉起来之后 优势车率应该 这个时候应该在这边来设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重点 那如果说之前的这个整理架构 它上方是这个平台位置 它没有出现一个反转的一个形态来看的话 我今天等一个整理下杀了700点的这一段 是因为2015年那个高点 因为我现在抵触到这位置 我总要让它稍微休息一下洗一下 洗完再冲吗 换言之 你这个位置只是一个长多架构里面的一个中继站 它根本不是反转形态 它只是一个回档而已 比较大幅度的回档而已 你要让它在这边做出一个反转 这几率不高了 但是2015年那个15000点 那个高点附近 你还是要谨慎以待 就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两天之前的A50 一杀杀了700点 那现在杀完之后 今天第一支红伴要出现了 那大家起来之后会怎么办跑 我们今天就来谈 来谈这个接下来这两天时间的一个优势策略 怎么来定 那卖出瑞士 磨到今天 磨到第六天 你磨越久 赚越多 昨天不是一个下杀吗 碰那边增加了没有 今天要弹起来 Pull那边减少 换Core这边增加 但Core你这边增加幅度 远不及这边下降的幅度 换言之我这边降的多 你这边升的少 一样我还是一个获利的状态 我们待会再来看我们这个选择权部分 好 这准利给你的 我丢到脸书里面 那包括这个群组当中 我想你都有说到了 基本上这一段应该是跑不掉 这是昨天下五点半给你的 OK应该大家都看到了 那也就是说收盘之后 那个时候是盘后的时间 还在这边混 还有机会在这边会出现止住 止住之后怎么样 压再拉 我昨天意思是这样子 话这样已经够清楚了 你还看不懂吗 意思就是说你要在这边等 基本上这个位置会止住 那我写一个基本 代表说基本上会有这一段的意思 我已经画两个圈圈给你 你还看不懂 那甚至有机会抵达这个位置 真的昨天我给你这份资料 我表达意思要讲 基本上会有这一段 甚至于未来他有机会 抵达这个位置 那直到目前为止 今天早上这个盘中 五个小孩之后 到现在盘后已经开了 你看现在在哪里 所以我跟你讲 我每天画这个给你 几乎都不会错的 你就依照我画给你的轨迹 几乎不会错的 方向几乎都对的 我直接指点道理 那个区间在哪个地方 你适时的 即时的都可以汲取的到 我们来看 昨天给你这份资料之后 有没有出现 有 就真的出现 这叫技术 昨天下午五点半给你的资料 基本上有这一段 基本上 没有干你 这叫技术 有没有出现 基本上有这一段 结果呢 你盘后就依照 昨天我这样点给你的 这样来做 你这段不是撈到了吗 同学 大概100点 各位同学 应该100点有吧 没有错了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跑 我昨天讲的就 甚至于 有机会抵达那个位置 但是你要抵达这个位置之前 你要抵达这个位置之前 或许还有一个震荡的机会 现在就问题在于说 我要直接抵达 还是回撤再抵达 那如果出现第二种状况 我要回撤再抵达 这个上方的位置的话 那到底回撤到哪一个位置 才是一个满足区 你来介入 会来的比较安全 换言之也就是 你那个点你买进去之后 它根本在跌跌不多 不会把你吓出来 所以你要找那个点的话 这个就需要技巧了 不如随便跳进去 要不然的话你顺势而为 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你顺势而为 你买的点 刚好都是回挡点 你即使顺势做 你还是一样被洗掉 也没有用 所以这进场点重要 就是说我买点 就是刚好最好是在回挡的 一个最低点 转折位置 一买往上 你就不会有 那个被吓出去 被洗掉 这样的一个疑虑 好了 所以未来这一天时间 尤其今天盘后的这段时间 现在已经开了 到底我应该在哪一个位置 来做一个介入 这就是关键 我会持续锁定 那就到我们这个群入当中 我即使会丢这讯息给你 好 这个是今天 包括从昨天到现在的一个演变 所以我们给会员的 那这个资料就这样 跳进来 要这个车位来行事 是重不多 你这个 风险承受度比较低的话 你要做小台就好 那风险度比较高 你要做大台 那这个这一单的话 加起来又加了七十几点 又加了七十三点 加上去 那包括这个清代会员 就加加给你 你风险成功度高的 比如你资金不会比较大 一两百万在做 那你就可以做大台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会员 有的资金不会比较小 所以一开始的话 我都比较建议它 就是说你不要 把这个风险拉得太高 或者你的操作过程 你压力太大的话 你操作起来 相对的 你会担心 会受怕 你就比较不容易 可以这个持续爆下去 即使我跟你讲 它即使 这个情况一定会往下压 你明明跟你讲 会这样子的 你还是爆不了 那就是一个压力的问题 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你要把你的一个压力减 到最轻的程度 就是要把那个杠杆倍数 尽量压到最低的程度 你这样的话 你在无压力的状况的话 你自然很轻松的 就可以获利 这之前应该都有跟大家讲过的 所以记得这个原则就对了 那因为我们的会员 大部分就是风险承诺度 就是资金部位也不大 风险承诺度没办法抬那么高 所以我给你 就是比较小部位的 那你可以比较 这个大资金 你看我说 你这资金部位比较大的话 你就可以压比较多的一个部位 我给你小台 你又做大台 我给你两口 你就做四口 五口都可以 你自己来做一个调配 好了 那这是这个台水的部分 那雪楼权 24号 第一次黑黑出现 我说快了 就在这边了 上面已经感受到 拉了五波之后 这个反应已经抵触到 你再拉到不高 那么在下压的情况 下方还是有支撑 因为你这一段拉起来 一定沿路有很多 嘎空的一些空单在里面 或者是没有做多 没有进场的空手单子在里面 没有进场的空手的一个部位 准备要来做一个进场 那这情况之下 如果有出现一个回撤 你空手这些单子 跳进来 包括被擀空那个空单 也争先恐后 想要来做一个回补 赶快出场 而造成你急着下压 也压不顺 这样状况之下 你毕竟你这个 沿路上来的一个支撑力道 一直都存在的情况 我要压回来的话 顶多可能在这一个 下方的初步满足区 就会出现一个止住 结果呢 所以为什么 我昨天跟大家所讲的 你这一段的话 你只要回撤的话 你在某一个位置 来做一个承接 几乎是不会错的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 我们昨天那个单子 就这样轻易的 在这低档区来做一个介入 然后往上来换了首歌 小赚一段 那接着这两天时间 我们看它的一个发展 基本上整个形态 是一个整理的架构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 下面的支撑是有效的 上面的反应还是有效的 那我要应该在哪一个位置 来做个介入 现在问题只出在这边 只在出在这边 那我的一个点来进场之后 下方的空间已经不多 往上拉 我先卖掉一段 往上拉来到一个满足区 我把这多单卖掉之后 反应再做一个短空回来也可以 我觉得未来这一段时间 就这两周时间的话 会持续在这边 持续的做这一个整理 所以说我们期货这部分的话 就用这个短多短空 来做一个应用就可以 这是很简单的 那如果选择权 在这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配合我的一个 卖出的一个热市的策略 卖出热市的一个策略 我们来应用它 所以我们24号进场的 包括24号进场这两组 到目前状况 昨天的话还打平了状态 你看今天的话已经小小的又开始来获利了 上面这一组的话 24号进场285跟75的话 现在小赚11点 那这一组的话扣掉小赚10点 有没有 就是我昨天所跟你讲的 我说你本来是昨天 put这边的话是不是增加很多 好那隔天的话 如果今天往上拉的话 另外扣那边增加 对不对 但那边增加的幅度 远不及那边下降的幅度 所以今天就造成了 渐渐的已经有获利出现状态了 有没有 但是我初步跟你算了一个未平仓 目前的一个状况 所以啊 为什么我要设这个策略 有它的道理 我说在这个位置 剩下两周时间要过年 过年前这段时间 在这边持续整理 依照过往的例子 几乎是跑不掉 尤其在过年前 已经拉了一个月时间 又出现一个五波的一个上拉 这边又是反压 你叫我怎么拉得动 那你如果下压呢 下面又有支撑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阵线恐后单子会进来 上面的话又拉不动 那边有反压 就一直在那边混两周 所以为什么 这个时间点很重要 在四天五天之前 我要设定这样一个策略 有它的道理 好了 那后面还两周 接下来明天就2月1号了 接下来要过年 两周时间 那到开空盘那一天 要结算 我们就看它有没有办法 在这个range当中 我给你了就是1000跟1300 跟1000跟1400 这个range 如果你在这个range当中 做结算 全吃 一组大概可以吃100多点 一组的话 各一口的话 大概可以赚5000多块 那如果十组就五万多 就依照这个车来行事 所以我设定这样的策略有它的道理 所以这一单 这一组我们有持续放下去 放到这个封关的那一天 封关那天我们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封关之后还有一个礼拜 国立股是在跑 台股的话就停歇了一个礼拜 之后开放盘那边才来做一个结算 那所以有那段时间是不是我们应该在封关那天 来把它结清掉 活力了结出场 还会一直等 等到这个开放盘那天 结算那天 让它自动结算 最好是结算那天 刚好range当中 那是最好的 全部归零 买方吃归零糕 那你的卖方的话要全吃 所以目前的状况就这样子 我们持续留 这是我们卖出的热市 A50 没有错了 我说这是一个西坡的下山 所以到最后结果呢 你压不下来了 该洗的已经洗掉了 一定会往上拉 有没有 持续洗洗得越彻底 它冲得越高 我昨天跟你讲 我观测区限看这里 你这点你有办法过 那就有机会了 应该半山腰不是问题 这整个我跟你讲了 你那点有办法过的话 应该半山腰不是问题 结果呢 真的拿起来 那有没有过 现在还没过 所以你看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这关键点 有它的道理 观测区有它的道理 结果呢 就真的在这边止住 所以这个点就是未来的这一天 你要观测点 你有办法过那再说 没有机会过的话 你要注意 还是有机会破底 还是有机会破底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洗干净 你真的要往上来到半山腰 你至少这个关卡 你要正式站上去 你站上去再说 那这个时候盘后已经准备 待会就收盘了 是连三四五分收 然后盘后一个状态 我们看看 那接下来就明天 明天的话 你有办法站上去的话 我们重新设定策略 没有办法站上去 又有另外一个策略 我们见机行事 那我们这个初步的 把一部的单子 已经来做一个卖出 接着压回 我们要持续来做一个布局 这是A50 最后一天 我帮你争取了 联合起算 剩两周时间 全部都免费 三家利用 好不好 OK 剩最后没有几个 今天最后一天 又来了 赶快抢最后 今天的最后几个名额 再加73点 我答应你的 之前已经短短三天 上个礼拜 223 我今天再加73 做到做到 那后面两周时间 我这个时候 已经大概 已经300点给你的 后面两周时间 还是有机会 可以的话 再制造300点给你 这没什么问题 OK 这是我们这两天的一个操作 整体的状况 大概一周时间 300点又达到了 那后面到达封关 又有两周时间 还有很多机会的 好了 就这样子 那有任何问题 在确认的档 你可以提出来 好了 那今天跟大家聊 谢谢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